《奇聞看天下 天下有奇聞》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信不信由你 我是奇聞 在中國文化裡 《皇帝帝母經》被用作預測 該年農作物的收成好壞 以及地方上可能發生的事 《帝母經》曾分析 2020庚子年農業收成不好 很多百姓抱病或意外死亡 春夏會發生洪水 內澇以及泥石流等災害 這些確實都已經發生了 接下來的2021年 《帝母經》是怎麼預測的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2021新丑年 《皇帝帝母經》原文《詩曰》 《太歲新丑年 疾病稍紛紛》 《帝母經》說 踏入2021新丑年 人間還是疾病繁多 不斷發生 《吳月桑馬好 金楚米麥珍》 《吳月》指今天的江蘇南部 上海浙江 《安徽南部 江西東北部一帶》 《金楚》是指位於湖北省的中南部 地處長江中游和汗水下游的江汉平原浮地 這裡是說 經歷2020年的各種災害 活下來的人將迎接新的紀元 長江下游地區的農業將有好轉 春夏均乾雨 秋冬得十分 桑葉樹頭秀 殘孤自歡心 春夏時節雨水充沛 農作物得以良好成長 人民見蘇西 六處照春旬 人類漸漸從疾病中解脫出來 百姓們終於能鬆一口氣了 不過 馬 牛 羊 雞 狗 豬等家畜呢 可能會有一波大的淘汰 流行病將在家畜中流行 屆時會有很多動物死亡 補曰 辛丑牛為首 高低甚可憐 人民留一半 快活好桑田 大家最關心的疫情要到2021年才能解決 不過會造成人口有很大的損失 只會留下一半的人 留下來的人將進入一個崭新的紀元 生活幸福而富足 死一半的人 這真是人類的一場浩劫啊 其他的預言家也預測了今明兩年的情況 例如 我們之前節目有談到的 印度神童阿南德的預言 他也預測到另一場更大的災難 將會在2020年的12月20日發生 而且會延續到2021年的3月31日 他表示 這場災難的嚴重程度 將會超越武漢肺炎疫情帶來的衝擊 有興趣了解更多的觀眾可以去查查 我前面兩期的節目 最後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地母經》關於2020年的預言 因為2020年已經快過完了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看 就當作是溫故之心吧 2020年《皇帝帝母經》施曰 太歲庚子年人民多暴足 百姓暴病或意外死亡的情況較多 春夏水淹流 秋冬貧疾渴 春季與夏季會有洪水內澇 以及泥石流山體滑坡等自然災害 秋季與冬季部分地區容易發生饥荒與旱災 高田游擊半 碗稻無可割 高原高坡地區 田地中佳還能有50%收成 碗稽水稻則顆粒無收 秦淮足流蕩 無處多劫多 秦嶺於淮河 也就是賞甘寧 與江蘇安徽地區一帶容易發生水災與泥石流 長江下游一帶 包括湖北 湖南 江蘇 江西 重慶 河南 安徽等地多發生搶劫掠奪財物或殺人案件 桑葉須厚劍 殘良情不悅 劍殘不見私 徒勞用心切 補約 鼠號出頭年 高低多偏頗 鼠年耗死多 為耗財之年 要盡防鼠患鼠疫 2020年老百姓貧富差跡越來越大 各地區經濟與農貿等方面發展不平衡 更看山東里 山頭 起木田 更此年冬季三個月內 意外死亡的人會很多 山頭上會增加不少的墳墓 2020年已經過了十個月 大家都看到了 蒂姆金說到的人民大量的意外死亡 洪災 饥荒都已經應言發生 踏入秋冬之時 武漢肺炎在全球各地 都有新一輪爆發的跡象 而且比之前更加嚴重 許多國家都創下單日確診病例新高 那麼 蒂姆金說到 今年冬天的三個月內 很多人意外的死亡 山頭增加不少的墓碑 那麼 馬上就要踏入冬天了 這是否會應驗呢 亡者不可見 來者有可追 過去的已經無法改變了 那2021年的預言呢 你選擇信還是不信 我們又該怎麼做 如何自救 救人呢 這個世界為何會有預言的存在呢 更匪夷所思的是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字 不同時期 都預言了世界上發生的同一件大事 世間怎會有如此的巧合呢 閒暇時 我也時常在思考 預言的出現絕非一種偶然 而是必然 世間的一切皆有定數啊 中華傳統文化認為 為善者 天保之以福 為不善者 天保之以禍 如果我們都能從人心道德方面來著手感善 人類才能躲過災難 邁入美好的新紀元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並有所感觸 歡迎您給我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來探討 別忘了點擊訂閱下面的小鈴鐺 我是奇聞 感謝你的陪伴 信不信由你 我們下期 下回